我叫劉群群 我是在1984年进入摄影这个职场 那也是从助理开始学习 那当初呢 入行的时候也是满怀着那种理想跟抱负 想在这个领域能够有一番作为 可是经过那么漫长的职业生涯 碰到一些低潮啊 还有那个波折 甚至于曾经一度觉得 在怀疑自己是不是入错行 但是现在我要跟各位讲 我到现在比当初要入门的那时候 更有热情 更喜欢摄影 那中间的转折过程是发生了什么事 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 我在1997年 开了绿田摄影这家公司 在开公司之前呢 我有经历过台湾的各种不同 不同那种营业模式的摄影棚 其中有二三十位的 一家大型的摄影公司 他们的业务范围 有包括了摄影设计 印刷甚至于贸易 那也有带过很小的摄影公司 全公司只有两人 就是我跟老板两个人 那没有助理 那我甚至于是住在摄影棚里面 就是观摄影相关的大小事 都是要我一个人来处理 那我也带过那种万华地区 拍外销杂志 递单价的那种公司 一卡的正片 一二零正片 大概两百五到四百块左右 那我一天大概要拍三四四个卡的 那我也带过收费很高的摄影公司 他们的业务范围 主要都是针对广告公司 4A广告 那可以高到什么程度呢 我举一个例子 客户为了一张海报 可以包下半个摄影棚 然后我们拍八成十正片 冲出来的底片 就直接送给客户那边去审核 那创意总监看到正片以后 就会告诉你 这边道具再移过来一点 背景再暗一点 相机再高一点 那回来我再拍 拍完了再送冲 冲冲再送到直接客户那边 就这样来来回回的 不断的反复的修正 大概一个礼拜左右 最后定案了 我们才把场景拆掉 所以也有这样子的公司 那很庆幸我们在 台湾经济起飞的那个年代 我有经历过这些 这些不同的心态的摄影公司 那当然我最后 自己在创业的时候 就选择了服务广告公司这个领域 那我后来开公司的时候 出乎意料的 我的生意好到不行 天天爆棚 那举一个例子 半夜一两点的时候 还有客户在排队拍照 然后三不五时 还会有电话 打电话来要来插队 那主要原因是常常会 这样熬夜的关系是因为 大家都希望能够赶上隔天的第一班充片时间 这样子的话中午就可以拿到正片 然后就可以进印刷场 或者是进爆色 那傍晚的晚报就可以露出版面这样子 所以那时候生意大概每天大概工作18个小时到20小时左右 那也就是因为如此 我在大概三年左右就进医院了 那时候我印象很清楚 我躺在家户病房的病床上面 然后插着引流的管子 那我就想心里真的从来没有那么害怕过 我就想说我那么努力 难道就这样子吗 我明天会怎么样完全不知道 心里真的很害怕 出院以后 我第一件事情就做一个动作 调价 我把我的摄影费调高 那我知道调高摄影费以后 一定会掉一些客户 但是相对的我的工作时间也可以缩短 那于是这样两三个月后 我发现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我的工作时间本来要从20小时 现在只要12小时 但是我的收入反而增加了 于是我就每年都会调价钱 一直调 调了几年以后才慢慢 就是可以有比较正常的作息跟工作时间 那到了2005年 看一下 我们到了2005年 也就是我们从底片时代 转数位的第二年 我们接到了一个案子 要执行这两个画面 当然这个画面是已经执行出来 只是当初广告公司提案的时候 就是拿铅笔画一个草稿这样子 来跟我沟通 那我认为左边的雨伞这张 问题不大 但是右边的这个Polo 3 据我的经验 如果说没有穿在人的身上 或者是把它吊起来拍 应该都不会很好看 因为它就是平平的一片 你怎么努力 其实都很难拍出很理想的画面 那我们就跟Art沟通了以后 Art说这个都已经定案了 没有办法改变 所以我们拍照当天 就做了一些些的努力 到最后创意也觉得 这样子就可以了 我们于是就这样交建了 可是在交建的时候 我就突然想到 以前我们在底片时代 常常会为了某种特殊效果 去做重复曝光 或者是用光辉的那种方式 那光辉大概就是 二三十道的过程 然后把它重复曝光 在一张底片上 那现在已经数位时代了 如果我把这二三十道过程 单独来拍的话 其中即使有一个地方错误 也不会整个都错掉 它只是针对那次的错误修正 再重新做这样就好了 于是我就跟Art建议 我们再来试一个效果 好所以我们就开始了这个实验 我先用类似手电筒的那种光辉系统 在衣服的边缘画个两秒钟 得到了这样的档案 这就是一个图层 一张档案 于是我在另外一个地方 又画了一个图层 也是单独的档案 把它叠上去 在别的地方 再画一个图层 叠上去 再叠 再叠 即使这个图层当初画坏了 我们再重画一次就好 就不会影响到其他的三个图层 于是就这样不断的堆叠上去 就像绘画一样一笔一笔的画上去 画不好再涂掉再重来的概念这样 到最后我们就得到了这样的一个结果 那也是很意外的发现 用这种拍摄方式 如果其中一个素材你觉得太亮 你也可以单独去调整它 把它变暗或变得更亮 或者是把它取消掉 变成说有更多无限的可能 那从这一点 我就意识到了一点 以前我们在底片时代 我曾经问过客户 为什么要来找我拍照 结果得到的答案是 因为我拍照很稳定 不会出错 不会突出 相对是安全的 也难怪因为当时底片时代 如果你出错的话 有可能隔天的报纸版面 二三十万的版面就要开天窗了 所以我现在就在想 当年我们都要以安全为第一手则 素杰时代以后 好像这一点就没有那么重要 我反而有更多的时间跟空间 来在影像的世界里面去冒险 于是往后只要有时间的案子 我都会用类似这种方法来 等于是办实验性的来做测试 以这张案子来讲 我们一开始拍一个底图 不好意思 我帮你 我先拍了一个底图 然后针对不好的区域 再补上一个涂层 再加上一个涂层 你觉得哪边不好 就以哪边为主来加这个素材 就这样一点一点的慢慢加上去 觉得不好再把它取消掉就好 就这样一点一点包括背景 到最后交建就是交一个这样子的作品 其实也不需要什么电修 那像这个案例呢 YAMAHA一直是我十几年来的客户 那每年都会拍他们新车的行路 那这次在拍这个新进站的行路 预计要拍三天 那我们在 结果我们在两天就拍完了 那还有一天车子会载走 于是我就拿了这个车子 用工会的这个系统 自己也测试了一下 我们就是一点一点的把 想要的素材补上去 然后再贴上去 用这种方法 光线都不会互相干扰 你针对那边 就是拍那边的素材 不会背其他的灯光干扰 都持续光 OK 到最后就得到这个结果 那从头到尾就是用这个光辉的系统 拍摄出来的 那隔年的行路拍摄 我们就刻意把估价跟时间拉长一点 让我想整套都是用这种方式来玩这样子 那我们就看一下这个过程 一点一点的堆叠上去 这一次我们就用闪灯跟持续光混合来使用 看看哪一个素材适合用持续光 哪一个素材要用闪灯 这个到时候就是零机音变 最后我们得到这样的结果 那当时我自己都觉得这是由一直以来最好的质感的一次 因为它的不论是饱和度啊 还有光泽都呈现非常棒的阶调 尤其是像这种深色的蓝色的车子 以前要拍一次性的打灯是不太容易做出这种效果 那这是那一年其他车种的拍摄 每个光泽每个颜色都可以表现得出来 这是最后完稿的档案 那包括小图的部分 我们也是用这种方式在作业 甚至于有一年我们也尝试用投影机来拍摄 这是以前都没有试过的方案 我们也是希望能够让商品能够导引到要去背的背景里面 像类似这种球体的商品 我们都知道那打光很难打 如果用这种方式来拍 就会比较简单一些 像这个S型的素材 如果你觉得太重 你就可以把它剪淡 可以单独调整它 你如果觉得不够 你可以把它加强 最后我们就直接交出这样的档案 当然到目前为止 它还是都用一个一个图层的方式来堆叠 那我们也尝试 能不能回到以前的底片时代 用一气呵成的方式 这边有一个案例 我们来看一下 前面那块就是光辉的快门链 相机全部是T-Shot打开的 利用那个快门链来控制 什么时候要曝光 什么时候要截止这样子 所以你在曝光的过程 都不会震动到相机 比如说你哪一笔要画一秒钟 哪一笔要画两秒钟 用什么角度画它 都可以利用那个快门链来控制它的曝光长度 甚至于哪一笔要加一点柔胶 它也是有一个按摩开关就可以让柔胶加进来 所以就可以造成清除跟有点模糊的那种梦幻效果 好 这次最后出来的结果是这样子 一气呵成没有静电修 得到的结果就是这样子 所以是一个很有趣的经历 以前底片时代 我们在拍这个 真的就是要画个三四张以后 充便出来发现都不能用 那也没得补救 但是如果用这种方法 即使有一些穿帮 或者是登具露光的部分 我们可能可以从另外一张 再把它补回来 所以它的成功率 会比以前底片时代高很多 那这个案例是帮一位 一位手工家具的艺术家 拍他的作品 那因为家具的体型 体积比较大 所以我们就找了一个 需要一个长一点的光线来画它 那因为当时还没有光棒这种设备问世 所以我们去特立屋买了一个大概八九百块的平板日光灯 稍微改装一下就开始拍 从头到尾都用它拍 然后得到了这样的结果 其实也是一个很有趣的经验 所以你要拍一张好照片 其实不一定要用 多厉害的设备也可以拍得出来 当然我们也试着来用光辉来画人 当然人就是要保持在那边都不能动 好到目前为止我们都是在棚内全黑的暗示下来作业 那如果我们要拍户外的话 来做达到光辉的效果 有没有这个可能呢 于是我们又规划了另外一个测试 我们到青筒拍这棵树 我们用闪灯的方式来压光 来试着模拟光辉的效果 我们只取闪灯照明的部分 其他的地方就是把它涂黑掉 就这样一个涂层一个涂层的叠上去 然后再勾一些边光 好最后这些刚刚看到的涂层全部叠起来以后 就得到了这个效果 这非常好玩哦 各位有空也可以试试看 那我们另外也找了三创旁边的那棵老龙树 来做练习 得到的结果是这样子 好这些到目前为止都是在自己在练习 自己觉得好玩在练习 那一直到了2016年 我们受了广告公司的邀请 来参加一个类似的慈善的一个活动 他的活动内容就是请了四位摄影师 跟14位艺人来合作 然后合作的方式就是 我们要到独居老人的家里面去取景 然后这个取的景要拍到独居老人的肖像 然后另外也要拍合作的艺人的肖像 等于是表现虚实之间 这次的主题叫虚实之间 那很荣幸我们受到这次的邀请 那第一张 我们为独居老人拍的肖像是这样 我们利用他现场的一盏台灯当曙光 然后来拍他的剪影 那事实上因为他有一个动作在吃面 所以这个只是模拟 我们还是用闪灯来模拟台灯的光线 最后还是做一点合成 把闪灯把它修掉这样子 这是第一张独居老人的肖像 那同一个角度我们必须要拍一组艺人 那这次合作的艺人是网红夫妻雷门百乐师 那我就选择了用光会的这种方式来拍 因为光会坦白说要在商业业上的运用 其实不太容易 因为他失败率很高 所以我们想说利用这次工艺的摄影 我们就来冒醒一次看看 反正如果拍不行的话 我还有带布隆卡拉的灯到现场 再弥补回来就好 我们就来看一下当时的纪录片 我们就完全一样 一样看这边 加柔焦 看相机 好 相机开 好 眼神不动哦 预备了哦 3 2 1 开 闪 好 开始挂了哦 加柔焦 柔焦不要 上 楼焦 来 就是这样一笔一笔的把它画上去 那其实你在画之前 你要对这个环境 你要画在哪边 那分别要用多少的曝光时间 其实自己心里要很清楚 很有概念 当然这不太容易 我们当初拍照之前 我自己预计啦 大概要画六次左右 那一定会有一些瑕疵嘛 然后反正我们就东拼西凑的拼出一张 只能拼出一张完整的档案就好 好 看一下哦 光圈大概说8左右 啊 没有 没有没有 这个 好 它里面没声音 电脑没声 电脑没有声音 OK 好 我们前两次都严重的失败 是不能用的 但是我们画到第三次的时候 当那个档案从电脑显影出来的时候 所有人都尖叫 因为我们得到了一个这样子的档案 是没有电修的哦 结果就是这样 就完成了百分之百 所以这是一个很奇特的经历啦 对我来讲这也是蛮骄傲的一套作品 然后我们再跟独居老人那一张摆在一起看 好 一个是很写实 一个是很梦幻 就回应了这次的主题 虚实之间 那这是第二张 第二张独居老人的肖像 那第二张的合作的艺人是林佑立 那因为之前已经花了很多时间 所以第二张我们就用闪灯的光辉 来拍 什么叫闪灯的光辉 那就是大概就是有一个转盘 它有 个别分成三分之一 有三分之一是没有柔焦 有三分之一是很淡的柔焦 有三分之一是很重的柔焦 那它是一个高速旋转的状态 你按下快门 它就会同时 连续 分段即发三支闪灯 三套闪灯 那也就是说有一个可以吃到 重柔焦 有一个可以吃到淡柔焦 有一个是可以吃到完全没有柔焦 就是等于是可以模拟 用闪灯来模拟光辉的效果 那我们这次就是用 第二次就是用这个效果来拍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纪录片 这两套光辉系统 都它的年纪都超过三十年了 所以那天很潮湿的下雨天 都有一点闹脾气 暗光再剪半个可以吗 可以 好来 两套系统的差别是一套只能一次拍一张 那这个就是可以用闪灯 你可以拍很多表情很多动作 但是它同时可以达到类似的效果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得到的结果是这样子 好 我们来看一下得到的结果是这样子 它没有像 持续光的光辉那么多的层次跟气质 它比较大块的大面积这样子 但是也有一定的效果 那我们把两张放在一起来比较 一模一样的取景 这是一段我自己很难忘的旅程 我们回来再看一下这张作品 如果当初我就拍到这边就收工了 就没有继续拍这张的话 其实我相信很难会有后面这些有趣的事情发生 所以后来我只要时间空间允许的话 我都会尝试各种以我以前没有做过的方式来拍照 即使出错了 我还有时间把它修正回来 这样我就会做这个测试 那这个因为我们要拍 边走路边玩心里棒的画面 那你不可能持续光 所以我们就用模拟灯 裸灯的方式来模拟仙女棒的光线 这个案子也满有趣的 当初广告公司在帮我们brief这个案子的时候 他有提到客户 未来会在南京敦化那边的两栋大楼 包下他们的外墙 然后这两张就是一遍一个 所以需要很大的档案 当然很大的档案我们就只能用鸡背来拍 那有问过鸡背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那个对焦很迟钝不会像135那么的灵敏 以往我们拍类似这种走路的画面 都是用跑步机来作业 然后大概的情况就是这样子 但是只是我们用到 已经用过无数次的跑步机了 难道只有跑步机可以用吗 就没有别种方法 能够拍起来更像在走台步的这种效果 于是我们又规划了另外一种拍摄方式 很有趣 我们看一下 其实是没有人在按快门 这个设备叫做雷射激发器 就是只要东西经过它 就会触发快门或闪灯 那这是我们底片实在用来拍水滴 或者是水花飞溅的那种效果的时候用的 那我们把它拿来运用在这次 我觉得也是很有趣 因为你不管model怎么移动 一定都是在焦距上 它不可能跑焦 那这个案子也很特别 我们一个韩国艺人来台湾代言的广告 那客户呢 希望能够拍到很多的素材 可以供他们一整年度的图库来使用 那当初有规划了要拿商品的 要放口袋的 要吃商品的 要空手的 比赞的推荐的一大堆动作 然后全身拍一次 半身拍一次 换套衣服 再全身拍一次 半身拍一次 然后只给我们8小时的时间 包括发妆 那这样的情形 其实根本是不可能的 即使你超时拍完 我相信到艺人到最后面 也都 都会疲乏掉了 那我们在想有什么方法 能够解决 这次的拍摄问题 我们 就做了一个测试 我们试着 一台长镜头的来拍半身 用一台相机 稍微短一点的镜头来拍全身 然后经过一些 转接的方式 它可以一次 按下快门两台同时 开启快门 并且吃到同一盏闪灯这样子 测试的结果OK了 所以我们后来整场都用这种方式拍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现场的纪录片 好 那我们试着另外一边的 对对对 OK 好 对 OK OK 来 对很好 谢谢 谢谢 我们就用两台相机 两台电脑 来 来 完成这个任务 那不但没有超时 反而还提早两小时收工 所以这个也是 蛮骄傲的一个过程 那各位会不会很奇怪 就是 为什么我会有两台 中片母相机 两台机会 其实这个都是从以前 底片时代养成的习惯 我们重要的设备 一定要有两套 一套是备用的 如果你拍到一半 如果相机故障 你不能说 今天就到此为止 明天再来 不可能这样子的 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个备份的动作 包括你们一片冲片时代 我们都是分两套冲 一套给这家冲 一套给那家冲 这样确保隔天的报纸 才能够正常的上报 这样子 接下来这个案例也很有趣 当你接到这个案子的时候 你就知道广告公司的立场 一定会把这四组人分开发通告 如果一致发通告的话 那个原原预算一定会爆掉 所以他们都是个别发通告过来 也就是说你必须要单独拍这四组人 那如果你不在意透视的话 当然就很轻松就可以拍掉 如果你在意透视的话 正确的透视 你就必须把这四组人的前后位置 左右位置都要很精确的算出来 那以往我们可能就是找四个人 站在定位上来找出这个最佳的相对位置 但是因为我现在已经在这个时候 已经开始有做 做那个艺术创作 我为了创作有特别去学3D建模的技术 所以我这次就用了建模的技术 来算这个距离 我们把四组演员的身高 输入模型 然后把我的相机的感光元件 也输入到模型里面 然后我就分别选择 选择了不同的镜头 跟相机高度 来找到一个最佳的视角 就像上面这一张 我觉得这是我想用的视角 于是位置有了 我们就可以很快的算出 从镜头到每一组远圆的垂直距离 跟左右距离 也就是X轴跟Y轴的参数 这样子的话我们 演员都让它在中心点拍照 然后相机移动到该移动的位置 就可以达到最正确的透视 然后测试出来 也可以确认 这就是我要的透视 我们就用这种方式来拍 那这也是一个第一次尝试 用来换算镜位的方式 这个军队呢 我们在从三代 跑到哪里跑到长远 我先说你现在 从一个有两天的 来当远说有什么动物 差不多在2003年左右 我在朋友那边看到一本水底 水中摄影集 水中摄影 看过以后 这个摄影集就一直 一直困扰着我 我在想如果我来拍水底 摄影的话 会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形 于是呢 我们在2005年 就在中国找到一家 专门定制防水壳的小厂 我们就写信问他能不能做 Hustle H系列的 中片幅的防水壳 他说他们没做过 但是他们可以试试看 应该是做得出来 于是我们就付了 三分之一的定金 就开始做 一直等了两年 我们才收到 最后的成品 于是我们就很快规划了 第一次的水底摄影 那在拍水底摄影之前呢 我们有规划了 大概二三十条的 注意事项 待办事项 有可能发生的状况 那应变是怎么应变 后来证明 这些都跟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我们来看一下当时的纪录片 我们有做了一个水中的监视器 就是刚刚那一台 那这个是水中的推进器 我们想说可以跟陆地上的电风扇一样 可以制造水流 让model的头发可以飘起来 试试证明这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 因为助理拿着水中推进器 一打开他人就不见了 不晓得飘到哪去了 然后包括对待model的方式 后来也都有在检讨过 都不是最好的方法 那只有这个水中监视器 有派上用场 后来都一直沿用 它可以让陆地上的工作人员 可以看到水下的状况 如果有一些状况 可以马上应变 然后我戴的那个是通话型的面罩 我讲话陆地上的人员 也可以听得到 可以双向沟通 这样的话动作起来会比较有默契 那监视器也可以同时 让另外一个model在水上 来做观摩 所以其实我的预算 其实投入的是非常刚刚好 然后那时候 我的产品还要提前出 所以我的预算 几乎打到是 快要被注册 我已经不入东西 所以是 我已经 我从这几次的下只有这一点 就是这一点 我从这几次的下只有这一点 这几次的东西可以去 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次的成果 坦白说 我觉得第一次拍这样真的还蛮不赖的 可是拍得很开心 要散后确实是很想去死 因为这些东西都要 下水的东西都要晾干 保养上游 我们有算过拍一次水下摄影 我们摄影棚大概一个礼拜不能接宫告 全部要处理这些事情 那有第一次的经验很快的 我们就规划了第二次的测试 这次我们也试了不同的打光方式 而且特别找了一个不会游泳的model来拍 我们想说如果以后的代言人水性不好 我们也必须要知道能够怎样拍出好的作品 那我们有算30秒左右就要把它拉起来 那这个是水中喇叭 蓝色的那一个 就是变成说我们在讲话的时候model也可以听得到 这样大家就更有默契 后来我们这次的拍摄最后是悲剧收藏 因为我们的防水壳进水了 因为为什么会进水 就是我们到目前为止 所拍的档案都是拍在记忆卡里面 然后拍完以后要上岸把防水壳打开 拿出记忆卡到电脑传输 再放回相机盖上防水壳再下水 就是这一来一回之间 最后一次那游泳池一直在催我们收工 所以我比较急了一点就没有盖好防水壳 就下水了 所以相机就泡水了 那后来修了将近20万 还好机盖没有出事情了 不然的话就真的就损失惨重 有了这次的经验 我更笃定的要设法解决这个问题 解决水中连线来拍摄这个问题 所以说马车比说的一家建筑是属于 它是属于能够的东西 所以我把它做到建筑类的 对 然后竟然是因为可能 大家的作品 像我们有偏向于这一种东西 大家的建筑可能偏向于 好我们看一下 像街址的建筑啊 歷斯的那种 所以我觉得 那我配上自来公主的家神 就这样可以看到 建筑的原因 不同的打光方式 各位有没有发现 我们推进器助理 已经有一个很稳定的基地可以站 很快的又来到了第三次的测试 这次测试的重点又不一样 我们看一下 我们把Model的衣服改成 用钓竿钓鱼线的方式来 来帮它延伸 就把推进器这件事情 就完全给它忘掉了 不想用了 然后背景也试着不同的背景来 来表现 而且把背景再拉远一点 因为从水面上打光下来 透过水面的折射 其实会有很严重的湿光的情形 本来你全光可能大概只有剩 剩三分之一的亮度而已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也一直在想办法解决 所以也做了一些反光啊 尽量增加光的效率 所以先做洋课 对 因为有クエス的干游 但是在这个行键点 就会让我们承认 所以不少看小企业 还需要理解决 然后因为我以前有去过昨天 在这一生产地上当年 所以今天才计划到她们的台 而且我再加密的 我大概有十二天 好 這是拍攝的結果 好 我們再來到第四次了 這次有重大的突破了 我們終於可以把我的布隆卡拉的燈放到水面下去了 我們改裝了三個壓克力箱 用了重錘把它拉到水面下 然後再把燈伸到水面下 這樣其實就不會有折射的問題 而且控光的方式就更像陸地上的打光方式 妳有可能會有一個 為什麼要是不是太謝忻 我們家要讓他炒化 然後就注意到他就老闆了 然後他就開始穿了 然後把他的刀子伸出來 然後我們可以讓他 transfer 然後然後最後一名把他找家的房間 那剛好或是他拿到後面 他就一個落肅 這個Model的中性伏力做得很好 它感覺是停在那邊 不會動 這讓我們買的很多東西 手在一起 所以我們買的手機 要去找這個 這些是別的地方 買的 所以我們買的 五個月 兩點 然後我們買的 放一點 然後我們買的 怎麼買的 我買的 這麼多 這麼多 好 這是一個 這麼多 後面的裙擺是用釣魚線在拉 水下打光的光線確實有一點不一樣 當然我們在手機上其實感覺比較小 所以這是我的經驗大便 但公交觀眾沒有給他來 所以我們會用一些建築的發車 然後是可以去搭訕一下 然後行前準備 在購票時我發現我們覺得很好的 短期時間是不少的 這個大概是大便 像不像吊蝦床 好,我们来到了第五次了 这次的主角是Jana 那这次有一个重大的改变 就是我们已经成功的改装了水中连线这件事情 这有两条线,一条是传输线 就是把档案传到陆地上的电脑 一条就是同步闪灯用的 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是在水下按快门 陆地上的电脑就可以马上看到 然后电脑再回传到水中的iPad 我也可以同步看到刚刚拍摄的结果 这样整个效率就会提升很多 还是会怕 现在要先试一下 气瓶没问题 是并且未经认识 就是恶多厌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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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